好 我们继续上课 刚才我们讲了这个整体观念 第一个概念就是人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那么我们现在这个继续讲 就是人和大自然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上一节课我们举例了 就是气候的变化 气候的变化和人的关系 那么春夏秋冬 春天春生春天是生长的季节 夏天是夏长 也是这个这个春天是生的季节 夏天是长的季节 然后秋天是收的季节 冬天的是长的季节 所以我们说这个冬天冬长 所以冬天呢是补养人体最佳的一个季节 我们想这个高方啊或者说人参啊 这个在吃的时候最好是冬天 所以最近也有些人说我可不可以再补啊 我说现在最好不要补了 那么一般来说呢冬天补因为冬天呢 他不出汗啊或者说出的汗也很少 所以呢他吃进去的营养的东西都能够被人体所吸收 夏天就不行 夏天出汗很多啊 你吃进去的东西他都从汗里面跑出去了 所以呢你补进去的东西就不多了啊 不多了所以呢你补养也好啊 你的生活也好啊就是要顺应这个四季啊 气候的这个呃这个变化而变化啊 那么饮食也是这样的啊 饮食啊我们说这个饮食也是要很有规律的啊去吃啊 然后你这个人体呢也要顺应啊顺应这个呃这个自然啊 顺应自然就是说我们最好吃的东西呢 不要反季节的啊这个意思懂吗 反季节是什么意思啊 要顺季节的啊要顺季节的啊 呃这个 乌鱼带你说说看 什么叫反季节 什么叫顺季节呢 反季节是什么意思 就是饮食啊 就饮食我们吃的菜啊 或者我们吃的水果啊 最好是要顺季节的 不要反季节的 嗯 比如说嗯 冬天的时候吃嗯 西瓜之类的就是寒比较夏天呃 你手的那些水果比较寒凉的可能就对身体不是很好 对这个就叫我们叫反季节啊 西瓜本身是夏天呃成熟的对不对 但是你到冬天去吃冬天是像他大棚里面的啊 那么像这样的吃法的话呢 就是对对我们的胃肠啊 的就效果就就是应该说是不太好 那么顺季节的话呢 是什么意思呢 顺季节就是 比如说秋天收获的一些水果在秋天吃会比较好 对啊 秋天吃会比较好 也就是说啊 我们说这个西红柿啊黄瓜呀 是什么季节产的啊 是夏天产的啊 所以呢 你看夏天的这个黄瓜和西红柿啊 它就不是那个硬硬的 它很软的 然后吃起的味道是比较鲜的 这个就是顺季节的 就这个季节就产这个东西的 那你吃这个东西呢 它就是对人体是很好的 那反季节就是我们说是从大棚里面 培栽的那些可能他用的是化肥啊 用的是一些基数类的东西催长的啊 那么这些东西吃的以后可能对身体并不是说特别好 当然有时候偶尔吃这是可以的 但是你不能去大量的吃啊 好请坐下 很好 那么我们刚才说的啊 一个呢是就是季节 一个是饮食啊 一个是就气候 一个是饮食啊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地狱啊 地狱 就是每一个地狱啊 它的这个啊 这个啊 不一样的啊 像我们南方人出生的这个人 我们适合南方的气候啊 但是我们如果去北方呢 我们可能就不适应啊 它零下三十度啊 那么但是北方的人呢 他有的时候在那个地狱里生长啊 环境他适应了 到南方来他就不是很适应啊 那么有昨天我上完课以后啊 昨天晚上啊 我们是选修课上完以后一个人就跟我出来 他说呃 他说张老师我脸上有痘啊 他说的你看看啊能不能给我治一下 然后我就首先看他的舌胎啊 一看啊 我说你你月经有问题的 他说是的是的 我已经两三个月没来月经了啊 他说我在家里的时候很好的 但是一到这里来上学 他说月经就乱掉了啊 那我说像你这样的情况呢 我说你要好好的调理 不是说啊 做个面膜什么就可以的 它其实是内部的原因啊 为什么我要这么说呢 因为他的舌质非常止暗 就瘀得很厉害啊 非常止暗 那么这个是他的内分泌的问题啊 所以他就从 虽然可能他的家也不是很远 但是他离开他那个家的那个地狱的话呢 当然他就不太适应啊 不太适应 那么当然有些人他是能适应 有些是不能适应啊 我上次也举过一个例子啊 就是说像我自己 我在这里的时候皮肤很白啊 很好但是我去香港了一年啊 然后这个皮肤就又黑又暗 然后黄河斑都出来了啊 我觉得我的生活的这个状态和和原来差不多啊 但是就是那个地域不同啊 所以对我的这个影响很大啊 所以这个呢 就是人和大自然 它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那人必须要顺应自然啊 顺应自然 你不能捏着自然去去啊 这个去活动啊 捏着你就会时间当成短的时候 你可能机体还可以调一下 但是一常啊 你这个机体调不过来 它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啊 这个疾病啊 包括损美性的一些疾病啊 这个我们说 人和大自然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啊 包括睡觉啊 白天是让你醒着做事的 晚上是让你睡觉的啊 现在很多年轻人熬夜啊 两三点才睡觉啊 中午呢到十二点才起床啊 他说我睡足的呀 我八小时 我十个小时啊 但是这样不行的啊 因为你 我们说这个晚上 一般来说 十二点到三点 是深睡眠的时间 这个时间是帮助你恢复前一天的疲劳的 那 但是如果这个时间你错过了 他的睡眠都是比较浅的 浅睡眠 他就不能够呃 调节你的身体 让你把前一天的疲劳给恢复了啊 那么开始的时候 可能你这样呢 还显现不出来 因为你们年轻啊 身体还还比较壮实 但是时间一长 各种各样的疾病就会出来了啊 这个呢 就是说我们要顺应自然的一个 很好的一个例证啊 在临床上经常有这样的小年轻啊 来看唆窗啊 来看止益性皮炎啊 来看这个脱发啊 这种情况 就是时间长了以后 它会引起各种损美性的疾病啊 那么这个是第二个概念啊 整体观念里面的第二个概念 第三个呢 就是整体观认为 人和社会环境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啊 就是说我们的人 他的生活不是在真空里面的啊 他是啊 这个就是和社会的密切相连的啊 就像你们同学 你们学生应该说是很单纯的啊 一般来说 只要把自己的学习管好就可以了啊 那么但是还有同学和同学之间的相处啊 同学和老师之间的相处啊 还有和寝室里面的人的相处 这个呢 就是我们所说的啊 这个人和社会环境啊 那么像我们工作了 那设计的方方面面的这个社会环境就更大了啊 就是关系就更密切了啊 更密切了 那么现在的这个社会环境的各种因素呢 主要是通过对人的情字的伤害啊 对人的情字的伤害啊 也可以影响人体的健康和健美啊 比如说我们说竞争的压力啊 现在这个金融危机啊 那么很多人啊 研究生毕业了 大学毕业了 找不到工作啊 心里非常着急啊 那么全很多人都想找不到工作就去考研 那考研的压力也很大啊 竞争也很激烈 因为录取就这么几个人 这么多人来考啊 那么相对来说竞争的压力也很大了啊 那么还有呢 就是生活的压力啊 生活上的压力 比如说很多人啊 比如说他的收入减少了啊 他的这个生活状态下降了啊 那么这种呢 都是啊 这个就是各种各样的压力啊 都可以影响到人啊 所以呢 就是一个人的这个心态问题也很重要啊 就是说看你怎么来化解啊 所遇到的很多的这个社会的问题啊 或者是人际关系的问题啊 所以我们说心态决定一切 小事啊 决定一切 其实这个里面都是有学问的啊 都是有学问的 就是你怎么处理好啊 这个互相之间的关系啊 那么这个呢 就能够呢 就是怎么保持自己好的心态 心理健康啊 这样呢 才能呢 我们说调色精神 适应社会啊 那么防止一些情字过急啊 引起了各种各样的这个疾病啊 那么我们举个例子啊 就是我是有的时候 那个时候自己还没开车的时候 经常打出租车啊 打出租车的时候呢 很很明显的啊 就有的时候 因为我坐上出租车了以后 反正也没事情就跟司机聊天啊 那么聊天的时候呢 有的时候碰到的司机呢 他是心态非常好的啊 他会跟你说啊 什么事情 什么事情 他就是说对社会上的事情 他虽然看透 但是呢 他觉得自己该怎么做就怎么做 啊 就是说不是埋怨啊 那么自己能够去做的事情 尽量去做 这是一个很 就是我觉得是很正确的方法 你不能改变他啊 那你也不要去埋怨他 但是自己能去改变他 你就尽量去改变他啊 但是有些司机呢 在跟你聊天的时候呢 他就一路怨气啊 一一个红灯嘛 什么路不宽啦啊 车太多了啊 什么什么 就是埋怨啊 一路都是埋怨 然后呢 他自己心里很压抑 然后听的人心里也很压抑 因为他很不开心啊 所以呢 这个呢 就是一个 我觉得是一个心态的问题啊 那么另外呢 前段时间我看了一个报纸啊 这个报纸上也讲的就是 他是一个对比法啊 就是有一个实习生 他去实习的时候啊 那么他如何呢 这个就是跟 就是他的上级啊 就是搞好关系啊 然后呢 如何勤劳啊 如何去做各种各样的事情 然后呢 他的上级就很愿意接纳他 然后把自己的一些 这个技术啊 都交给他 所以他这个实习一年下来 他学到很多的东西 包括技术上的 包括这个 就是社会能力方面的啊 但是还有一个人呢 他一去啊 这个领导叫他干嘛干嘛 他就觉得我是大学生 你把我当什么 当当这个工人用啊 所以一气之下他就回家了 我不实习了啊 那么他就待在家里 所以什么也没有学到啊 这个心态不一样呢 他的结果是不一样的啊 结果不一样 那结果不一样的 你现在结果只是这么一小一点 如果时间一长 他就会积累 那么人和人的这个差距就拉开了啊 就拉开了 所以我们说呢 这个人和社会环境呢 也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啊 你想各种各样的负面的情绪 影响到人了 人的心态不好了 然后你反过来 对这个社会 他也会产生一些抵触 然后呢 时间一长 他就形成一个恶性的循环啊 那么心态好的人呢 他会形成一个良性循环啊 所以我我们工作的时候 我都希望一个工作的环境啊 是很很有乐趣的啊 就即使我现在看病 比如说一天看60个 我的我的理念是快乐看病 快乐就诊 就是我不想看的太多啊 但是看病的时候 我就是要从中体会到他的乐趣 然后给病人看好了 病人会把他好的消息带给你 你的心心中的愉悦就会更更加好啊 那么你就更愿意去为他服务啊 所以呢 这样就是一个良性的循环啊 这个是要靠自己呢 去体会去做啊 然后用心的去做 才会形成这么一个循环的啊 这个我觉得呃 是人和社会环境 是一个有机整体里边的啊 一个内容啊 那么处理好大自然 社会环境和人的关系啊 那么对这个养生一性啊 健身助言都是很重要的啊 都是很重要的 那么我们所说的天是大自然啊 地是社会环境啊 人是我们自己的人 就天地人的关系和谐的统一是美容中医学啊 也就是中医美容学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啊 那么你理解了这个 那你就会啊 从从这些观念去考虑问题啊 所以整体观念啊 是我们中医美容学的一个啊 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啊 那么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呢 就是我们所说的辩证师制啊 辩证师制 那么辩证师制的话呢 是中医认识和治疗疾病的基本的原则和方法啊 辩证师制是中医认识和治疗疾病的基本的原则和方法 那么也就是我们中医美容学的基本的原则和方法啊 那么这个什么叫辩证论治呢 辩证论治就是啊 我们分析综合我们在临床上面啊 望闻问切啊 这个试诊所得的资料啊 然后呢 经过分析这些啊 综合这些试诊的资料以后呢 辩清疾病发病的原因啊 就寻找他发病的原因 还有他的性质啊 他的疾病的性质是属于哪一类的啊 还有他发病的部位啊 在什么地方 还有就是这个疾病 他的正邪之间的关系啊 其实正邪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我们认为他的病情处在哪一个状态啊 轻的还中的还是重的啊 就他的度的问题啊 那么通过这样的分析以后 综合以后呢 来确定正确的治疗方法 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啊 中医美容或者说中医的辩证论治啊 辩证论治 那么这个辩证论治对我们中医来说 它是非常个性化的东西啊 所以我们说每一张处方都不一样 每一个病人 他的体质不一样的 他的当前状态不一样的啊 就是来的时候当前状态不一样的 那么他的疾病啊 也是啊 这个症状是不同的 那么根据他的这样的一些情况 我们来开出一个针对性的处方啊 这个呢 就是辩证论治啊 这个就是辩证论治 那么这个 辩证论治呢 它有啊 我们说有两个啊 这个呃 概念啊 一个是同病抑制啊 相同的一个疾病 相同的一个疾病啊 对于西医来说 相同你感冒 那就是给你吃感冒药啊 但是我们呢 就是相同的一个疾病 它可以有不同的治疗方法啊 比如说很简单的说 湿疹啊 湿疹呢 从西医来说 它有极性湿疹 亚极性湿疹和慢性湿疹啊 三个阶段 但是呢 这个 它不同的阶段 它表现的皮肤损害是不一样的啊 皮肤损害是不一样的 那么我们治疗起来呢 啊 这个 虽然是相同的一个疾病啊 但是治疗呢 我们不同的这个症状啊 或者说不同的来看病的时候的不同的状态和不同的体质 我们用的药物是不一样的啊 这个就是同样一个病啊 治疗的方法是不一样的啊 治疗的方法是不一样的 那么我们书上举例呢 就是说 比如说啊 它是 我们说是 比如说它是一个雀斑 或者说一个黄鹤斑啊 那么它不同的阵型啊 我们治疗的这个方药是不一样的啊 比如说它是肠胃湿热型 表现为啊 比如说黄鹤斑脸上黄的啊 一块一块的斑 那么同时呢 它表现为啊 胃口嘛不开啊 这个舌肢嘛很厚 胎嘛黄腻 大便嘛很干燥啊 就肠胃湿热的表现啊 还有一些呢 它是表现为 比如说是肾阴虚的啊 肾阴虚的 比如说面嘛潮热啊 这个舌芝嘛干 然后呢 这个呃 这个呃 光波啊 没有胎啊 腰酸啊 这个四肢法力啊 那么呃 或者说有呃 这个睡眠呃 不容易睡着啊 这样的一种情况 那么一个是我们说是肠胃湿热型的啊 一个嘛是肝肾阴虚型的 那么他所治疗的这个放药就是不一样的啊 这个就是同样一个黄河斑 但是他阵型不一样 我们治疗的方法不一样啊 就是同病抑制啊 还有一种呢 是异病同治啊 不同的两个疾病啊 但是呢 他所表现的症状很相似啊 虽然表现的局部症状不一样 但是全身症状很相似 那么我们辨证下来呢 他的这个症 就是说治疗的方法可能是相同的 啊 我们书上举的例子就是雀斑和黄河斑 他都有啊 这个我们说肝肾阴虚型啊 或者说肾水不足形啊 那么我们只要都需要滋养肾水啊 都是用六维帝王汤啊 六维帝王汤夹减 那么就是不同的疾病 雀斑和黄河斑是不同的疾病 但是他可以是相同的治疗方法啊 相同的治疗方法 那么这个呢 就是异病同治啊 异病同治 所以我们说辩证论治啊 每个个体的体质不一样 当前的状态不一样 表现的症状不同啊 那么我们根据不同的症状啊 呃这个 呃来寻找不同的这个治疗方案和治疗药物啊 那么这个是一个非常个性化的治疗啊 那么在临床上我们确实也是这样辩证论治啊 那么如果你辩证准确啊 他收的效果就很好的啊 所以你不要去怨病人啊 这个病人怎么我治了半天他不好 其实问题在你这里啊 他来看病就是你辩证正不正确啊 辩证对不对 那治不好就是你要找原因了啊 啊所以有些病人比较复杂的 我们一般就开三贴药或者五贴药啊 先叫他吃吃看 如果吃了以后效果不理想 那我们整个方法就要改变啊 就要改变 那么因为人我们医生也是人不是神啊 所以呢我们可能也要有一个积累经验的过程啊 特别是刚刚年轻的啊 这个新的医生就更加了啊 那么像就我们老的医生呢 就各种各样复杂的病人就更多啊 因为他一般都要看这个老的医生 那么我们也可以也能遇到一些自己不能解决的问题 那你就要花心思去探索去摸索 找到一个比较好的方案来给他治疗啊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所说的 这个辩证论治啊 这是第二个特点 第三个特点呢 是行神合一啊 行神俱美啊 行神合一 行神俱美啊 这个呢 这个呢我们在前面也已经讲到过的啊 行是面貌 形体 神是我们的精神状态啊 精神状态 心理状态啊 那么中医美容学追求的是行神合一的美啊 行神合一的美 行神要俱美都美啊 才是美 光是脸漂亮 形形态好 不是真正的漂亮啊 那么也就是说 他的这个整个的啊 这个呃 呃 形体 包括呢 他的精神状态都要好啊 才是真正的美啊 所以眼睛呢 有些人他虽然很漂亮 但是他眼睛看出来很空洞的啊 或者说他说出来的话是啊 怎么说呢 也是很空洞的啊 这样的人不太会引起这个美感啊 不太不太会引起美感 那么健康良好的精神状态 啊 适度的情志 有利于丈夫气急的升降出入啊 就是也就是说我们有一个良好的心态啊 对于我们的这个机体来说啊 也是啊 就是说也是啊 很有好处的啊 以保持健康美观的形体容貌啊 那么又能够养神达到行神合一的美啊 达到行神合一的美 那么我所以呢 这个行神合一呢 就是在追求健康基础上的形体美的时候 又同时呢 要追求气质美啊 也就是说啊 首先人啊 除了形体美 连美以外 还要身体健康啊 就是说不是那种病态的美啊 像我们这个电影里面的个灵黛玉那种美食 我们说叫病态美啊 病态美 但我们追求的是健康美 首先是在健康基础上的美啊 那么同时呢 我们还要追求自己的内在的美啊 就是说气质方面的美啊 精神的美和神韵的美啊 就是说要充实自己 让自己的脑子里有东西啊 那么而不是说很空洞的啊 那么这样呢 就可以达到形神统一啊 形神俱美的最高境界啊 那么形神俱美呢 就是我们中医美容所要追求的啊 这个目标啊 所要追求的目标 这个是形神合一啊 形神合一 形神俱美啊 这是第三个特点啊 第四个呢 是自然疗法 疗效 疗效持久啊 那么我们刚才在这个概书里头 定义里面曾经说到过的啊 我们中医美容啊 我们的治疗方法 大多数都是自然疗法啊 一个呢 中医中药 中药 中药呢 是天然的这个植物啊 天然的植物啊 这个中药是天然植物啊 那么针灸啊 是通过这个针灸的刺激这个经络啊 那么这个拔出来以后也没有什么东西了啊 就是刺激经络 所以它呢 也是一个自然疗法啊 那么推拿啊 是用我们的手 在它的这个肌腹上 肌肉上推拿啊 那么气功 还有包括食膳啊 食膳呢 都是这个植物啊 我们说平时在吃的啊 这种蔬菜啊 这种豆类啊 这种饮食当中的东西本身就可以吃的 所以呢 还有呢 就是音乐疗法 运动疗法 以及养生疗法 那么这种各种各样的这种美容的疗法呢 都是属于自然疗法的啊 那么这种自然疗法呢 它的副作用非常小 那可以说没什么副作用 当然啊 现在我们也有的中药说有一部分有小毒啊 那么有一部分的有很少量的副作用 但是大多数的疗法都是自然疗法啊 所以呢 不像西药 它是化学产物啊 化学的药物 那么相对来说 当然它 它的副作用西药要大得多啊 中药的话 中医中药这种方法的话呢 一般都是属于自然疗法啊 所以呢 它的这个副作用基本上是没有啊 那么经过历代一家反复的验证筛选啊 又经过了历代文献的记载 都是我们现在所用的一些治疗的方法呢 都是沉淀沉淀下来的一些精华的内容啊 精华的内容 当然我们在这个基础上还不断的在探索新的啊 中医美容的方法啊 但是我们主张呢 一般来说尽量是一些自然的疗法啊 所以它的这个疗法呢 安全可靠啊 没有副作用啊 另外呢 这个中医的疗法呢 是比较持久 当然中医的疗法 它是整体疗法 是辩证失智的啊 它是从内部调理的 所以呢 它这个疗法起效也比较慢啊 所以有些人来的话 我们都基本上要跟他说明啊 病人也会问 哎 这个病我大概要治多久啊啊 那么经过我们的摸索呢 一般来说病轻的话是两个月啊 病重的话呢 一般要内部调理的 不是外部就可以处理的那一些 那么一般来说比较重的话 起码要四个月到半年左右 就是说 因为它这样的一个体质 要把它改变成那样的体质啊 这个过程就是比较漫长的啊 比较漫长 但是一旦治好了 把它的体质都调好了 它可以持续的时间就非常长啊 非常长 所以我们说疗效持久啊 不容易再复发啊 不容易再复发 那么以前我可能也跟你们提到过的啊 那有些这个挫疮病人啊 这个治疗以后啊 他过了四五年都没有发 那么我也不知道他怎么 后来就是说 有没有发 因为他已经走了 不再跟我联系 我肯定不知道 后来是因为别的疾病啊 他又来了以后 那么连认识的就问了他啊 问了他以后 那么他就告诉 他说我就是已经四五年没发了 但是最近呢 又因为什么什么 又发了啊 就是星期二的时候啊 星期二的时候 有一个病人来看 我一看 哎 脸挺熟的 哎 我说你你你又来看病了 后来他说是的 他那个全身皮肤搔痒啊 全身皮肤搔痒呢 已经整整十年了啊 整整十年了 然后在零六年的时候啊 在我这里看过啊 零六年在我这里看过 然后我就问他 我说你后来有没有看好啊 大概看了两个月左右啊 他说看好了就没有再发啊 但是呢 最近过年的时候 他说他又吃 因为反正不发了 他觉得不发了 没问题了 他就又吃海鲜 又吃啤酒 好广啊 又发出来了啊 又发出来 那么早晨那个老师也是说的 他说啤酒和海鲜 是不能一起吃的啊 吃了以后很容易出现痛风 还是很容易出现过敏的症状啊 所以呢 这个呢 是临床上面得出来的一个结论啊 所以呢 这个他现在又发又要从头开始给他治疗 当然没有以前那么厉害啊 没有以前那么厉害啊 所以这个一旦把机体调好了啊 还有呢 就是有一个女的老太太啊 大概六六十多岁啊 六十多岁 这是我刚刚啊 到那个针灸推纳医院去看病的时候 他来的啊 那么当时也是身上全身烧痒啊 当时我记得很清楚 他问我一句话 他说我这个病到底医不医的好的啊 因为他已经在很多地方医了好久了啊 然后我说这个话我也不敢说 我说你自己来看啊 那么一一连续 大概给他治了整整五个月啊 开始慢慢给他症状呢 给他调整啊 然后呢 再来调理他的体质啊 他是个很明显的阴亏体质 舌质很红啊 然后呢 没有胎的啊 没有胎的 把他的体质调好 那么最近他又来 为什么呢 他就是这个脸上了 他说有几颗黑的字 要我帮他点一下啊 那么后来我就问他 我说你这个 你想想05年到现在啊 那么应该也有45年了啊 到现在一直都没有发过 全身痒全部好了啊 就没有再发过 那么这个是因为他回过来 我问他以后 我就知道 所以这个一旦调好了啊 这个机体的体质 把它恢复到一个正常状态 他的疗效非常持久啊 就是当然你这个过程 当然自己也要注意的啊 不能说乱来啊 那这个 就是不符合他的生活规律 或者说 念的这个时间规律做 那肯定也是不行的啊 所以我们说这个 中医美容啊 包括中医的治疗方法呢 它是一个疗法自然 疗效持久的啊 那么最后一个特点呢 就是以动为药 以动为药 动中求美啊 以动为药 动中求美啊 以动为药呢 就是我们说 美容中医所注重的是 气血的畅达啊 就是无论你是口服服药也好啊 还是打针灸推拿也好啊 我们都是让他呢 气血能够畅达啊 气肌能够上升下达啊 能够畅通啊 畅通 那么在气血的流动当中呢 流通当中呢 求的这个健美的啊 那么这里呢 就是举了三个例子啊 一个呢 我们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啊 经常会用一些美容的中药呢 它是心香走窜的啊 心香走窜的 那么活血化鱼的药物被大量的使用啊 比如说啊 我们说活血化鱼的有哪些啊 能爆出来吗 中药学过了啊 对啊 陶人啊 活血的啊 还有呢 红花 陶人红花 还有哪些 穿穹啊 还有呢 心香走窜的 有哪些药 对啊 相辅 甚至于色香 对 色香 还有呢 活血的还有哪些药 单身 还有呢 当归 当归 还有呢 赤勺 两血 单皮 是吧 有很多 有很多 那么像通落的 通落的有哪些药啊 通落的 帝龙 帝龙 还有呢 桂枝 江蝉 江蝉 对啊 这些啊 都是心香走窜 心香走窜 活血化鱼的药物啊 那么我们在这个治疗这个损美性的疾病里面啊 损美性经常会用这些药物 当然有些可能是它是另外的症状 但是在用另外的药物的同时 我们会加一些这些药物进去啊 那么如果它是血育的很厉害的 那这一些药就用的比较多了啊 那么在这用这些药的同时还要用一些通落的药啊 像呢 刚才说的啊 这个帝龙啊 桂枝啊 还有呢 我们说通落的 还有桑枝 桑枝啊 桑叶的桑枝 还有是什么呢 丝瓜落 啊 或者说这个洛石藤 啊 积血疼啊 这一类都是的啊 这些都是的 就是活血通过的一些药物被大量的使用啊 那么针灸治疗 我们针灸治疗的话呢 它刺激某些穴位啊 也是为了达到呢 这个经济流通 气血畅达啊 经济流通 气血畅达 那么就是打针灸的时候啊 有些人有刷 有要有这个刺激感啊 就是这个经络畅通 的感觉啊 有这种敏感的症状的话呢 这个效果就比较好啊 所以我们在打那个临床上打针灸的时候 很有感觉的啊 这个人 他如果打上去没有感觉的 效果就差一点啊 这个人打上去 很敏感的 这个人本身怕痛的啊 或者说打打上去很敏感的啊 有有这个 通落的这个感觉 而这种人的效果就特别的好啊 就针灸刺激某些穴位 目的也是使经络畅党啊 那么按摩也是一样的啊 我们说面部做面膜啊 做面膜做的好的啊 我们说做面膜呢 就是你在按摩面部的时候 有三种状态啊 有一种呢 就是用手在按摩啊 那么有一种状态呢 他是啊怎么样呢 就是用心在按摩的啊 用心在按摩的 第三种呢 就是用精神在按摩的啊 这三种状态做出来的效果是不一样的啊 啊 有时候你做 如果你很用心 呃 说用精神在做的话 你做完这个 按摩师他的精神状态也会 就是说比较疲惫啊 这个这个效果就特别的好啊 就特别好 那么按摩呢 是以经络穴位为依据的 通过各种手法 促使血液循环 增强性成代谢啊 如果做的好的话 整个面部 他做完按摩以后 整个面部会有热的感觉啊 潮红热的感觉 那么像那个脚啊 有些按摩脚也是一样的 你一个脚按过了 一个脚没按过 这个没按过的脚会很重啊 按摩过 按摩过的那个脚很热 很轻的感觉啊 这个呢 就是达到了 这个啊 血液循环 增强新陈代谢的作用 这样呢 才会有效果啊 才有才会有效果 所以呢 以动为要动中求美啊 这个呢 是我们所说的第五个特点 中医美容的第五个特点啊 中医美容 是以相对动的方法 来达到气血流通的啊 流通的这个目的的啊 这是第五个特点啊 这个呢 就是我们所说的 中医美容啊 中医美容的五大特点啊 五大特点 这个是重点要掌握的内容啊 一个呢 就是中医美容学的这个定义啊 定义 还有一个呢 就中医美容学的特点 是我们特别要掌握的啊 那么这个是我们所说的啊 这个中医美容学的特点 那么第二节呢 我们要讲的就是 中医美容的发展简史啊 中医美容发展的简史 中医美容发展简史啊 那么中医美容发展简史呢 实际上这个呢 可能我们在前面 有些课里面已经提到过了啊 已经提到过了 一个呢 中医美容发展简史的第一点呢 就是起源啊 就是从远古到先秦时期啊 从远古到先秦时期 那么这个是很早很早之前啊 第一个呢 就是周理的一正制度啊 周理的周理这本书里面 他有一正制度啊 有一正制度 那么当时周理这本书里面呢 他把这个啊 医生啊 分为四大类啊 分为四大类啊 分为四大类 第一类呢 是十一啊 第一类是十一 十一啊 第二类呢 疾病的疾啊 疾病的疾啊 疾病啊 第三类呢 是阳医 疮痒的阳 啊 阳医 那么第四类呢 就是兽医了啊 兽医 兽医啊 那么十一指的是什么呢 十一呢 我们说指的就是啊 散 就营养学 营养 这个营养家一样啊 就是说来怎么样来调配你的这个饮食啊 饮食家啊 怎么样来调配你的饮食啊 那么这个是十一啊 那么疾医呢 指的是内科医生啊 疾医啊 疾病的疾 疾医的话指的是内科医生啊 那么阳医呢 指的是外科医生啊 疮痒是表现在外部的啊 疮痒表现在外部的是外科医生啊 那么还有就是兽医 兽医大家知道是 呃这个 呃都是那些呃 生孔啊 就是生 生孔生病的啊 来来医治的医生啊 那么当时的时候 那些损美性的皮肤病 表现在外面的啊 损美性的这个疾病呢 啊都是由疾医来治疗的 就是说由内科医生来治疗的啊 最早的时候 周理这本书里面记载啊 由此可见呢 当时西周的时候啊 西周的时候 因为他是周理嘛 西周的时候 对损美性的这些疾病的治疗 都是用内治法来治疗的啊 内治法就是通过吃药啊 口服药啊来治疗的啊 所以从周理这本书里面 他的医症制度里面可以看出来呢 当时对损美性的疾病都是内治为主的啊 那么第二个是三海经啊 三海经这本书里面呢 记载有很多的美容药物啊 那么他一共记载的药物呢 是有146种啊 146种 那么啊 那在146种里面 其中有12种的美容药物啊 其中呢 有12种是关于动物和植物的美容药物啊 当然这个这个当时的记载是最早的啊 三海经这里面啊 那么第三个呢 就是诸子百家论养生啊 诸子百家论养生呢 是春秋战国时期啊 春秋战国的时期 在这个时期呢 奴隶社会社会已经衰落了啊 奴隶社会衰落了 所以我国呢 就进入了封建社会啊 封建社会在我们国家呢 持续的时间是比较长的啊 那么封建社会的时候呢 经济呢 是出现的是反比较繁荣的啊 比较繁荣的 所以呢 出现了诸子风起百家真名的局面啊 诸子这个子指的是啊 像什么老子孔子孟子的这个子啊 就是很多有学问的人啊 他们来真名啊 来真名就互相啊 在这个就是讨论啊 关于这个养生的啊 这种啊 这个道理 或者说这些啊 有效的处方 有效的方法啊 那么道家儒家啊 呃都在真名了以后呢 使中医的养生呢 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啊 因为有争论才会有进步啊 有进步呢 那么才会啊 这个就是啊 这个就是得到新的理论啊 新的理论啊 所以呢 这个时候啊 就是养生啊 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啊 那么第四个就是我们所说的啊 就是马王堆古一书当中所所论述的美容啊 马王堆里面这个就是最有名的就是五十二病方啊 那么这本书里面记载的有啊这个黎黑斑啊 黎黑斑 黎黑斑就是黄鹤斑啊 那么还有呢就是谢祖总 谢祖总知道吗 什么疾病 谢祖总 有没有听到过 谢祖总啊 就是说他这个皮损呢 就像这个谢一样的 中间一个啊 一个 然后旁边的八条角啊 这样插开的 高出来的 什么病啊 什么本 想想看 谢祖总 斑横个大 斑横个大 然后你想 这个地方一个八啊 然后呢 脚啊 这样伸长的啊 这样角色呢 是不是像一个蟹一样的 蟹的脚伸出来的啊 这个我们就只 谢祖总 这是中医的病名 西医呢 叫斑横个大 叫斑横个大 谢祖总 那么还有呢 油木啊 油木呢 就是我们所说的各种各样的病毒感染引起的油啊 还有呢 切窗 油漆过敏所引起来的啊 白颠峰 硕窗啊 这种损美性的疾病啊 那么 52病方里面都讲了他的病因病机 诊断方法和治疗方法啊 都都记载有的 好 下课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